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那我今天呢 就 買了這個 燈籠的 要自己弄的 那後面有一個印象的 好啦 那我們現在開始試試拆了 這就是個燈籠 好啦 那我們先看看如何組裝 好啦 那我們先用這條 它那裡寫 第一個步驟就是 要扣這個 下去條帶 那我現在做第一步 OK 那我已經扣了 好啦 第二步 它告訴你這個可以拉出來的 這個位置 就是 這裡 可以這樣拉出來的 好啦 第三 它就 說 你要拿那些燈出來的 有一個圓形 扣的 有一個是正方形的 這個圓形 有一個圓形的 那它就告訴你要放在哪個洞裡 那圓形的 那我現在會繼續錄在它 因為呢 我無緣的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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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就是聽到媽媽的聲音 那我現在繼續錄在那裡 那好啦 那好啦 這個步驟呢 它呢 就說要 放圓形的燈籠 就是 圓形的燈 下去 拉那個 洞那個位 那我現在放在那裡 這個圓形的 這個拉的位 好啦 現在拉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應該要開了才放在那裡 好啦 那我現在放在那裡 真的放在那裡 那之後呢 它又說 放長方形的燈呢 放在那裡 這個洞那裡 那現在放在那裡 要開了 其實應該不可以 因為 側巾也有一些洞 好啦 那我現在開了 好啦 那我現在關燈 看看效果會變成怎樣 好啦 那我現在拿起來了 拿開它 嘩 好漂亮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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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做的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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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看 這個圖很漂亮 很搞笑 好啦 那我們做完這個燈籠了 拜拜 拜拜